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27号在京会见傅昆奇率领的 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一行 他表示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 同台湾同胞一道 为两岸谋和平 为同胞谋福祉 为民族谋复兴 王沪宁表示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要秉持民族大义 携手共创民族复兴 共享盛世荣耀 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愿同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希望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发挥积极作用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希望两岸同胞 特别是青年一代 多参与到两岸交流交往中来 共同开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石码